聚焦高新信息技术 赋能精尖人才 同学们 大家好 PPT的图片裁剪功能也是很强大的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利用PPT绘图工具的裁剪功能 对图片进行美化修改 插入PPT里面的图片 我们可以在图片工具里面进行裁剪 选中我们想要进行裁剪的图片 在图片工具里面打开格式功能区 选择裁剪 在裁剪下纳菜单中 我们可以选择是自定义裁剪 还是裁剪为形状 在裁剪为形状菜单中 我们可以根据需求对图片进行自定义裁剪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裁剪为圆形 把它裁剪为内珠形 裁剪为五边形 这些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图片和形状相结合的方式 来进行图片的裁剪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插入形状按钮 插入一个正方形 按住Ctrl键不放 进行我们插入形状的复制 我们再进行第二排正方形的复制 选中所有的正方形 进行位置的调整 接着选中图片 按住Ctrl键不放 同时选中我们刚刚添加的正方形形状 在绘图工具栏中选择合并格式 在合并形状里面选择拆分 这样图片的网格化效果就基本完成了 只差最后一步 选择我们不要的部分 按Delete删除掉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图片的网格化裁剪 同学们 这就是PPT图片裁剪美化的内容 大家都学会了吗 我们下个知识点再见